首先,本身来自各位官政府的消息 这是各位官担对到候选来进度不足超过50年历史的建议进行到凡收行政策 希望有官员党员党人为普通国中候选政策当初 不过每个官司、国团党员党立国来接农委会的主委 对出党员回应,他要做好做满加以大平台 感谢各位官政府表现,普通国中是各位官第一名好好 因为建国务固,科务安全,共互在一半空三年几位候选政策 也自一位三百九十五万经费 中间二十九间的真心教室和办公室 北京本社,两个楼梯和这座电梯 当时将新候选政策叫做慧兰楼 普通国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现在东石国中是一个男生的学校 所以现在像我们嘉义县这样子 国中有分男女生的学校很少 所以他可以学生非常专心在念书 不过有周刊媒体报道 中华观众正在内阁接近农委会 对出中华观众条 真正能做事情工作在做管理中 中央可能有他的規模 外面的人也会放位 但他希望嘉义官党做好做满 甚至运用大平台来形容嘉义官司 把这个嘉义县长 把它做好做满 我觉得嘉义县市本来就是一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分治之后的一个困扰 我希望把嘉义这个满满的大平台 把它做好 也希望把嘉义县 县市的很多事情 能够把它做完 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现任的农委会副主义 王中牛是嘉义官出身 因此农委会主义 有可能又由嘉义官的中华观出任 但这个团言 已经是为每天和电风政大议论的焦点 在同一时间 农委会主义炒起红飞影 但对没有这件事 他会感觉很疼 而且强调 只要一时尚存 永不懈怠 三心抗要红嘉义官 彩虹不得 我会感觉很疼 我会感觉很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